姐妹们 大家有没有常年顽固性便秘的 大家如果常年便秘的话 就去吃这个果冻 每天一条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 吃完之后喝一杯温开水下去 45度左右的 平常白天多喝水 然后一天呢 可以上两三次大号 每天一条就可以啊 大家吃的时候呢 一定要细嚼慢咽 因为嚼得越细呢 它越容易吸收 这里边呢 就是水果蔬菜 发酵出来的那个酵素 所以它可以加快你肠道的蠕动 多喝水呢 就是说加快你的新品代谢 可以让你的肠道蠕动快一些 平常经常做办公室的姐妹啊 肚子比较大的呀 然后常年顽固性便秘的 就每天一条 每天一条白天多喝水 然后一天两三次大号 非常顺畅 非常舒服 姐妹们 如果你也这样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啊 当然了 它也可以便细 但是便细的话就是说 平常那个饮食方面 也要注意一些 如果你不需要便细 就只是那个肚子不舒服 便秘的话 大家就每天一条 然后就可以了啊 大家有需要的小黄车去拍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